你在法国待了五年 你最喜欢法国什么地方 我最喜欢他们的JD7 因为可能他们离奢侈品 离那种时尚的地方特别近 可能攀比的 其实会稍微小一点 他们追求一些实在在的东西 其实这样反而是一种奢侈 比如说欧上或者加勒佛 他们的购物袋 可能都会请特别大的设计师 来设计当季的购物袋 他们的设计师并不会觉得 我设计的是购物袋 我就很掉价或者怎样 他们会觉得比较能够平视这些事情 我觉得这一点是很珍贵的 在我看 然后我们只要在市中心 所以很方便我们逛街 真正下午如果没有课 我们都会去逛街 然后喝喝茶 就过贵妇的生活 在法国过自个生活的成本 应该比国内要低多了吧 很低 我真正法国的朋友很少 为什么 法国朋友可能 他们大部分会选择跟法国人玩吧 那也就是说 其实你在法国经常玩的朋友都是中国人 对 也还有一些非洲的 非洲是怎么回事 什么埃及的 所以我不是那种特别会上赶着 对上赶着跟人聊天的 不管是友情也好 爱情也好 我都是要求纯粹的 就是我要求一定是 我喜欢你们 希望我们俩能够好好交流 那才可以 所以我一般交得到的朋友 就是大部分中国人 然后你们就是一些 少量的 非洲友人 非洲友人 然后这样子 所以我并不会因为想要学语言 然后专门去跟人聊天 其实我这一点 现在会有一点后悔 给大家一个建议 还是应该这样 还是应该强努的 跟大家多交流 这样法语会学得很快 然后谈个法国男朋友 一点也不亏 好吗 那你觉得就在性格上 法国这五年 对你没有什么塑造吗 可能会把我搞得更内向吧 因为一国他乡 还是有一国他乡的因素 就是主要是 在解决问题的方式上面 可能如果我在国内的话 会有很多人帮忙 但是在法国待久了 会觉得事情都得自己处理 所以就会比较内向 就是什么事情 先的内心想好 然后再去做 就是在我身上 其实是越来越内向 你在法国的时候 会比现在在国内 更敢穿衣服 或者更敢表达吗 没有 法国都穿的黑漆漆的 他们对时尚很挑剔 为了不出错 很多人也不敢穿那种 大色块的 大色块的 像这样的就会有点夸张 坐在班上就像灯一样 会亮 但是我那时候可能 比较敢穿那种黑丝 然后那种裙子 因为他们觉得是很正常 我也一直觉得是很正常 直到后来我回国 他们就说 哇你今天穿黑丝啊 这不很正常吗 然后现在我就很少 你有网恋过吗 我没有啊 不是母开男生吗 你有发展 想要发展网恋吗 没有没有 我完全不能接受 见不到面的这种恋爱 所以你没有玩过 任何的社交爱 没有没有 我只是以前有那个 就是微信摇一摇 我跟你们讲 就是我在法国的时候 微信摇一摇摇摔出来的 全都是中东的那些男的 嗯 就是真的很可怕 为什么 就是他一来就是 都问那种问题你知道吗 就发那种照片 都很可怕 然后我就赶紧地拉黑丝抱 那你为什么还有摇 就是摇了那几次就没有摇 完全被吓退 对 对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当时摇出来全是那种 可能当时跟我一起摇的 那个时间点 就是中东的深夜吧 就卡住了 中东的烟 太过了 我们来打板吧 屁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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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